Hallelujah 弟兄姊妹 你爱不爱教会 为什么你会爱教会 因为教会是我的家 因为教会 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家 教会就是 一个大家庭 是众弟兄姊妹的家庭 所组成的大家庭 所以告诉我 你是我的家人 家人 所以每个礼拜我很期待 在聚会当中 能够和大家一起 为什么 因为这些日子不是必然的 有时因为很多原因 我们未必能够见面 但是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应该去珍惜 Amen 尤其是香港这个疫情 都会令到很多人 很困扰 不过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是与别不同的 因为我们有一位 不平凡的神 虽然有疫症 虽然这个世界很混乱 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心里面 有属天的平安 Amen 今早上祈祈祷 昨天上山祈祷 神给我同一个领寿 就是什么呢 神给我罗亚方舟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为什么要有方舟 方舟是代表什么 是代表拯救 为什么要有拯救 因为有灾难来到 罗亚方舟就是因为有洪水来到 其实你看圣经里面说 洪水不是突然间来的 是神已经早早告诉世人 但是很可惜 人无理会 只有一个人听 那个是谁 罗亚 罗亚用了超过一百年 去这个方舟 他被人笑到面都黄 不是曬到黄 是被人笑到面都黄 因为当时的世代 圣经记载是什么 没有下雨的 所以建一只方舟 哇 还有洪水 说笑吗 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理会 同样今天 我们看回这个世代 很多事情发生 疫症 经济 很多问题 其实圣经早早二千年前 耶稣已经说了 但是没有人理会 所以我们不觉得稀奇 今天 我们面对这个世界 所有的问题 其实应该 特别是基督徒 不应该觉得稀奇 因为耶稣已经早早说了 Amen 反而这是一个机会 我们常常说 有危就有机 是不是 有危机就是福音的契机 是看你怎么看的 所以我们属神的人 基督徒 我们应该 不像世界的人一样 一听到 社区有些爆发 就怕到好像 不正常那种恐慌 当然我们 都常常强调 我们更加要提高警觉 同意 要做好一切的防疫措施 这个是应该要做的 但是我们心里面 应该是有一份熟天的平安 要不然我们 怎样能够祝福这个世界 怎样能够做一个好的见证 告诉这个世界 在耶稣里面有平安 耶稣就是拯救 Amen 如果我们更害怕 我旁边的人的时候 我怎样告诉人 福音是好消息 没有 这个世界再没有好消息 除了在耶稣里面 是唯有你和我才能够带给这个世界 有这份盼望 有这份真正的熟天平安 同意吗 所以如果你同意 你给大掌声耶稣好吗 原来我们是一关很有福的人 我们在这麽黑暗的时代 在一个这麽艰难的时代 原来我们有好消息 告诉别人 弟兄姊妹 这个是一个机会 我们应该反过来想 是一个机会 所以当我们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就领受了 教会不仅在四面墙里面 教会是要冲出四面墙外面 外面越黑暗的时候 更加需要光 我们就是作炎作光的时候 Amen 就是机会来的 所以我就说 咦 去到这个社区 就是正正有很多有需要的人 可以能够听到这个好消息 得到这份熟天的平安 不是世界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今天领受就是什么 教会要预备好 要成为新约这个时代的方舟 Amen 不是只有罗亚去建造 不是只有陈世强掌路去建造 是我们人人都有份 Amen 是我们都有份 跟旁边说 我们一起建造这个方舟 因为疫情开始了 世界混乱问题开始了 神说这个就是末后的日子 这个已经来到了 不是等一百年了 是已经来到了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好 其实方舟应该已经做好了 要等人上船的时候 Amen 现在做已经迟了 其实 不过感谢主神也怜悯我们 还仍然给机会我们快快预备好 所以很感恩 所以今天 弟兄姊妹 我们要进入这个时候 就是要什么 一起同行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个抗疫基金 叫什么 逆境同行 分享幸福 我们有没有这份信心 有没有这个 好像刚才的东分享 有没有充充足足的这份信心 相信神是已经预备了给我们 以至到我们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呢 这个方舟已经 神已经叫我们预备好了 这个就是个时候了 所以感谢主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两个耶稣的比喻 耶稣常常用在他传道的时候 他就跟那些门流讲用比喻 他讲了少过三十个不同的比喻 但大部分都是跟天国有关的 就是跟他 跟爸爸的事情有关 天父爸爸的事情有关 很想我们明白 爸爸的心 也很想我们明白 我们今天面对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走 如果我们自己 只是活在一个恐慌的里面 我们根本就寸步难行 但如果我们看到是机会 就不同了 是不是 好像阿东说 这是机会 就是我们经历神的机会 当我们越困难的时候 原来减身 原来有什么 原来神为我们预备的东西 是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 因为祂是神 祂知道了一切 所以耶稣来提醒我们 如何面对今天这个日子 其实神早早已经知道 日子已经来了 神要我们留心警醒 为什么我们好像听不到 原因是什么 我们没有专心 没有留心听到神的声音 有没有每一天花时间 他们留心听神的声音 有没有在你灵修 在祷告里面 你等候神的时候 神有没有跟你说话 在这个疫症 或者过去一年里面 你和神的关系近了 还是远了呢 你的心很忙乱 很不安 还是你更加觉得 你和主 在主的里面 能够更加有那份的平静安稳 这也是一个考验 同不同意 如果平纯的日子 体会不了 考验不了什么是真正的信心 但是当困难的日子来了 抹后的日子冲击来的时候 才是正是我们信仰的考验的真实 同不同意 所以今天你和我都要面对这个考验 但是我们怎么留心听 有两兄弟 有一个哥哥 真的跟弟弟说 我死定了 不见了一标 他标的很有经验价值 我老师送给我的 我找坏了 整间屋都找不到 跟着弟弟说 哥哥你静点静点静点 你出去出去出去 关门关门了窗 跟着等了一会儿 他出来 跟哥哥说 找到了 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关门了窗后 他静静在那里听 一标会 直直直直直 但是要什么 很静 很留心 才能听到 他找到 哥哥找不到 哥哥因为什么 哇 很紧张 很不安 什么都听不到 就算在他旁边 他找到都听不到 很多时候今天我们都是 基督徒都是很忙乱 很紧张 一听到消息 因为现在实在 每一天我们起床 你的手机 就已经超过了一百个讯息 令到我们没有办法 能够专心听到神的声音 你跟我每日要学习 可不可以有一些时间 分别了出来 听到神的声音呢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空间 没有这个时间呢 我们永远就是听到 这个世界很多的声音 听不到神的声音 但是今天让我们 可以一起在主日里面 听到神的话语 听到神的声音 阿们 鼓励旁边的人 我们要留心听神的声音 这两个的比喻 一个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 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 晚太福音 第25章 31到46节 晚太福音 第25章 31到46节 找到我们一起读 好 预备起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象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雪 你们这蒙我负赐福的 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喝了你们给我喝 我作客女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路看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女 你们来看我 二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吸你吃 喝了吸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作客女留你住 或是赤身路看 吸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是在监女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 弟兄中一个最少的身上 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雪 你们这被咒座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因为我饿了 喝了你们不给我喝 我作客女 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路看 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 我在监女 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喝了 或作客女 或赤身路看 或病了 或在监女 不是候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 这弟兄中一个最少的身上 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要往永盈里去 哪些二人要往永生里去 我相信这个耶稣说的比喻 大家都不陌生 是吧 都听过不少次 这里就说到 山羊和绵羊 其实这个比喻有几方面 耶稣想提醒我们 第一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也好 我们每一个人 总有一天 要面对耶稣再回来審判的日子 同不同意 因为圣经说了 是不是 到时会怎样 这个比喻里面就说 到时就会把那些人分开 一边是绵羊 一边就是山羊 是不是 这边 今天不分字 所以不用怕 你坐这边不要紧 山羊是代表什么 山羊其实有它的特性 是很自我的 不理人 是不是 所以我们经常形容一个 就是民风不动的一群 它想尽办法 都要做到自己 很有个性的 很自我的 它又不会理人 又不会麻烦人 又不会伤害人 但它又不会帮助人 它又不会危害到人的 但它又从不会鼓励 或者伸手去帮助其他人 就是简单的说 什么都不做 简单的说 什么都不做 是不是 是吧 所以它通常有些 通常原来 什么都不做的人 有些藉口 知道吗 什么都不做的人 有很多藉口 哇 这个世界 这么多穷人 这么多需要 只有我一个 做得多少 又或者 为什么只是我做的 为什么不叫他做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是吧 原来山羊就是有这样的特性 绵羊呢 绵羊呢 绵羊是比较正面一点的 乐观一点的 实干一点的 实事的 有人形容 这些绵羊的性格 就好像人在痛苦里面 有一些高油或者良药 给他一药 就是等于很多人 腰骨痛就塗一些药油 那种就是绵羊的特性 就好像一着药油 塗在一些有伤痛的人身上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会有一句格言 他说 虽然我不能够帮所有的人 但至少我能够帮一个 是不是很正面 是不是 反过来山羊就有什么 一个人 做得多少 这么多穷人 这么多需要的人 帮得多少 是很不同的 原来关怀别人 只是需要从扶持 或者帮助一个迷途的人 从那里开始 你可不可以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告诉戒哥 你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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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神给了自由意志的人 我们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做 你可以选择不做 有些人很喜欢做 有些人不喜欢做 但是无论如何 神说有一天 我们都要面对这个审判 怎样审判 在约翰福音中 他说 行善复活的就得生 行恶复活的就会被定罪 信徒也是一样 我们将来每一个都要交仗 将我们一生去主的面前交仗 这是第一个 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提醒我们 第二 提醒是什么 原来我们的信仰 是很着重那个关系的 我们不是一个宗教 我们是说一个什么 一个关系 是当我们回到天父的 那个关系当中的时候 你就发觉是不一样的 关系和好了的时候 你就会很想讨爸爸的喜悦 爸爸想做些什么 你会很留心 所以这就是说 很着重的关系 这个关系不单单只是说 你要花时间去灵修 祷告 读经 这些不再说了 也不单单只是在言语上 你说多少 而是一种的行动 是一种表达你是认真的 真心的去回应 去明白 神他喜欢些什么 爸爸他关心些什么 爸爸关心的什么 和爱的那些困苦的人 如果在这一段的比喻里面 就是说什么 他关心那些肚饿的人 有没有食物给他吃 口渴的人 有没有给他喝水 他没有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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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病了会不会看他 他坐牢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去关心 去探他 是在说这些 是愿意付出时间 和金钱 去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所以你看回刚才那段经文 37到39节 那些说的需要 是从什么 从小到大的 从内到外的 就是说 由肚饿 口渴 这是人生最基本的一些需要 到外面 穿衣服 没有衣服 他没有地方住 留他在那里住 当他病了的时候 去看他 到最后探监 即是那人没有了自由 我们去关心他心灵的需要 本来没有了盼望 但是因为有人去关心他 去探望他 去鼓励他的时候 去有这个盼望 这个就是在说 这种的关系 如果我们说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跟天父和好了 我们有没有明白 爸爸的心 他在关心什么呢 当然你做这些事 不代表第三 所以第三个提醒的话 就算你做了这些事 神都会看我们的动机 很多人是有什么 有基心的 耶稣来说 他看人 不是看外表 他看人是什么 看内心 耶稣鉴别人的标准 不是外表 不是他的身份 而是看人的心 每个人做每一件事 可能都会有 他的目的和动机 特别很多人 特别在服侍里面 可能很需要人的肯定 和鼓励 这个都很人之上情 很理解的 不过 如果只是为了这件事 其实就失却了 神给我们最大的福气 如果没有人知道 你会不会去做 如果一个服侍 没有人知道 默默地做了 就等于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回来聚会 你坐着很舒服 因为预备了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 为我们预备了 我们才能够可以很安然 很舒服 很舒服地在这里聚会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 要给一些掌声 多谢那些同工弟兄姐妹 他们早早回来 为我们预备了这些地方 今天我们呢 我们有没有回应呢 所以耶稣就将一个例子说 你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 就是做在什么 做在耶稣的身上 如果你做一个不起眼的人的身上的时候 你都愿意去做的时候 是因为不是带着目的 不是带着动机 而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心 去做 你给一杯凉水 他都得到祝福 怎样看到这个动机 耶稣这里呢 在第三十四节 他说 你们这蒙我付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喝了赤身露体 病了在监里面 不是因为他知道有这个福才去做 不是因为他知道有利益才去做 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单纯的心 看到人的需要 他就去回应 甚至说 我祝福你 是不是很不同 这个就是 一个动机纯正 耶稣的意思 也不是要我们帮人帮到什么 自己受很大的亏损 又或者自己帮人帮到自己 会变成很大的压力 或者做得不好 有很大的罪咎感 他只是很想我们每一个人 从内心里面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 而有这份感动 我们就有所行动 Amen 有感动 将感动化为行动 可不可以和旁边说 将我们的感动化为行动 我们只是给一些安慰 只是给他们满足一些基本的需要 原来要带来 神在眼中看为这么宝贵的东西 Amen 不是要我们做很伟大的东西 因为伟大的东西是神做的 不是我们做的 通常我们做的很微小的东西 原来可以带来很大的感动 很大的影响 Amen 所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他们饥饿 口渴 有病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去满足到他们 我们可不可以成为绵养一样 Amen 不是看我们自己方不方便 有些时候 有什么时候你会方便呢 有什么时候你才会有空呢 好像刚才阿东说 我可以有很多积口 我们有很多理由 但只有一个理由 一个积口 就是什么 我回应神的爱 我看到别人的需要 我将我的感动化为行动 Amen 不是看我自己方不方便 我记得有很多年前 我也有参加《商人传契》的下午聚会 我记得当时 在Adolf的上环写字楼 有一次收到电话 有个姐妹的家人 有个家庭 她住在那边附近 我结束了聚会 就去探望她 原来她家里 几个人都精神 情绪都有问题 所以又不能够工作 照顾自己 也有很多困难 上去看看她 帮她家里处理一些清理一些家庭的东西 一上去 吓死我 也很少见到这些家庭 你进去 那间屋打开门口 你是找不到一条路走的 好了 硬要进去之后 然后她有床 是找不到枕头 因为全部摆在杂物 去到厨房更惊人 好像几十年没有用过 叫我们几个大男人 穿西装 三件头 最初想起 很简单 原来要帮她清洁 把垃圾全部清洁 整理了几十袋 这些垃圾袋 如果看不方便 我穿西装 那时还在夏天 我还记得 夏天 做完之后 整身好像冲了凉 淋了水 还没抹身 但是 当我们 这帮男人 这帮弟兄 一起去到这个家 做完之后 我看到这个家庭开始不同了 开始有盼望 以前他们放弃了自己 但是当我们愿意放下 我们不方便 我们不是看那个环境 我们只是看到人的需要 而去回应的时候 他们就得到帮助 他们经历了这个安慰 Amen 原来 施比受更为有福 这句话真的很真 弟兄姊妹 在《士图行传》 是吧 施比受更为有福 原来最大的祝福福分 不是给那些受惠的人 不是给那些帮助 就是给人帮的那些人 是去帮助那些人 Amen 所以你想不想成为一个 最有福气的人 你问旁边的人 你想不想成为最有福气的人 你去吧 你出去为耶稣走出这一步 你就会经历这个很大的祝福 我相信当日跟我一起去 有份祝福家庭的弟兄 每个人都很有福 Amen 我又听到 当我们说 推行这个抗疫基金 由五月份开始 我们出去摆街站 去登记了那些街坊 那些有需要的家庭 有很多弟兄姊妹 都不同的回应 特别有几个做义工的 Dorothy 还有有几个姐妹 我看到他们 几个都不若而同地 经历这个 施比受更为有福 那天祈祷会他也有分享 所以我不怕说 他说 在这个疫情下 刚才阿东说了 不少人都会 工作受影响 动身 减身 那些不在话下 但是 Dorothy 他就说 他工作是少了的 接着老板还说 要加他人工 没有减 还要加 加一个很大的幅度 超过60% 张营要归给主 哈利虎 还有其他几个姐妹来帮忙的时候 本来平时不是很讲话的 也不知怎样 很少讲话 但是当他要面对需要的时候 那些人来了 你要跟他聊天 你要打电话给他 约他来的 竟然可以聊天 打电话 都可以大多人信耶稣 他们现在每个星期二 那些人上来 街坊那些 那些有需要的家庭上来 都可以大多人信耶稣 很多这些见证经历 为什么 因为神要祝福我们 当我们愿意 走出来这一步 做一个施育者 做一个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 神就首先祝福我们 Amen 所以这个 就是说分别 山羊和绵羊的分别 你选 你选绵羊还是山羊 第二个比喻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我们一起读 《勞教福音》第10章 25到37节 好 找到我们一起读 预备 由一个律法师 起来试探耶稣说 夫子 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怎样呢 他回答说 你要尽心 尽性 尽力 尽意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轮舍 如同自己 耶稣回答说 你回答的事 你这样行 就必得永生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你 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轮舍呢 耶稣回答说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脱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过半死 就雕下他走了 偶然一个祭司 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利美人 来到这地方 看见他也照样 从那边过去了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幸福过来到那里 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上前用油和酒 倒在他的相处 包裹好了 扶他骑在自己的身后 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拿出以前银子来 交给店主说 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 你想这三个人 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轮舍呢 他说是怜悯他的 耶稣说你去照样行罢 你去照样行罢 这里的比喻就是讲了个故事 就是讲讲 有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 就是考考他 是吧 怎样做才能够承受这个永生呢 其实这个问题 都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是吧 如果给你答 你会怎样答 你很简单 怎样得到永生 信耶稣 是吧 开口 承认 悔改 打开我们心 接受耶稣 那就有永生了 即是说今天所做的 就是为了将来一生 就能够得着这个恩典 这个永生的恩典 但是耶稣就很奇妙 耶稣就没有直接回答 这个律法师问的问题 他就反问他 是什么 那律法书上面 怎样写啊 这个律法师又很听话 是吧 有照答 那便尽心尽性尽力尽意 爱主我们的神 爱伦舍如同爱自己 本来这个律法师想考耶稣 谁知道耶稣呢 就巧妙地呢 就反客为主 搞到这个律法师都挺尴尬 是吧 就是挺听话 耶稣问他 又照答 后来这个想想想 哎呀 这套戏不是多顺 我明明我考他 他被他考回头 于是乎呢 他又想了出来 他又不是想 怎样爱神啊 你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怎样爱啊 是吧 他就问什么 谁是我的论舍 这个问题 问得非常之好 谁是我的论舍 因为为什么 如果问一个人 你爱不爱神啊 你怎样回答 你怎样回答 爱 一定是说爱的 因为看不到 量度不到 你跟我都说爱神的时候 那怎样爱呢 量度不到的 没得比较的 没得看不到的 但是说 爱轮舍呢 哪个是我的轮舍呢 是看得到的 是比较具体一点的 耶稣呢 很奇妙的 他又没有正面答他 他就说了一个故事 他就说有一个人 从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 耶利哥 耶利哥是什么地方呢 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 当时也是 罪恶满目的 充满了罪恶的了 有一个人 真的走到半路 遇到一个强盗 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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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说一些 好像现在 如果套入现代的 可能是牧师 传道人 传职服侍那些 在教会里面服侍的 走过 见到 见到这个人 躺在那里 都不知道他生还是死 不敢走过去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犹太人的律例是 如果一个祭司 碰到一个死尸 他就要什么 要洁净七日 七日都不可以服侍 还有 当时 因为那个地方 是充满了罪恶的 有很多人原来是什么 扮死的 扮被人打劫的 等你走过去 好心去看他的时候 他的同党就走出来 就打劫了那个人 于是他们就什么 怕 不敢买 不敢 就兜路走 见到 第一 我碰到死尸 没得服侍 影响了份工 不要拒 又或者 我怕会不会是假的 假的 到时我受害者 真是那个受害者 于是他就走了 利美人 一样 走过见到 兜路走 圣经形容 唯有一个叫做 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 圣经形容 有四个字 形容他 动了慈心 一起说动了慈心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形容呢 我想大家都要了解一下 撒玛利亚人的背景是什么 撒玛利亚人 原来在犹太人的眼中 是一个不洁净的群族 他们本来都是以色列人 在历史记载 在主前721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 以色列国分开了 南北分开了 北国就是以色列 南国就是犹大 但是北国的以色列 在主前721年的时候 被亚述国攻陷了 他们都被俘虎了 以色列人 都被俘虎了 有些就逼他 跟外族通婚 结果生了出来的人 就叫做撒玛利亚人 所以这群人 南国犹大 那群以色列犹太人 就觉得 这群人 已经离弃了他们的信仰 因为那时候 犹太人是不会跟外族通婚的 但是这群 马利亚人 就跟外族通婚之后 生了那些子女 出来 就是什么 不是纯正的 于是他们就 这群人是不结症的 他们不准他们 去到会堂里面 去敬拜上帝 甚至不跟他们来往 因为他们眼中看为不结症的 所以 你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是互不相交的 不来往的 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耶稣医好十个大麻疯 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吗 有一个回来 去感谢耶稣 那个就是撒玛利亚人 又有一个故事 说到耶稣特意去到那个井旁 遇到那个 那个就是撒玛利亚的妇人 这时候圣经就提过这些 所以当律法师问到 谁是我的论舍 耶稣就问 这三个人当中 谁是受害者的论舍 耶稣用这个比喻 其实是想告诉这个律法师 你问错问题 不是问谁是我的论舍 是应该问什么 我怎样可以成为别人的论舍 Amen 很多时候我们问这个问题 是谁是我的论舍 当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出队 我们要祝福这个社区 是否二波方 是否旧区 是否福来村 是否这些 所以我们如果觉得是 我们就去做一些行动 去探访 去送一些慈慰的东西等等 耶稣藏着这个比喻 其实是想提醒我们 不要先界定 爱的对象 爱的群体 然后才去爱他们 而是什么 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自己 第一 我们有没有一个爱人的心 第二 第二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爱人的行动 不是谁我们去帮 而是什么 我们看到哪些人有需要被帮助的 我们去就要成为那些人的轮舍 Amen 所以今天 耶稣提醒香港的教会 我们要问 我们有没有爱心、爱、关心 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 特别今天在这个疫情里面 还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关门四碰墙就算了 对不对 我们自己都搞不定 我们自己都很担心、很紧张 还是我们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被感动 我们去回应呢 基督徒很多时候都试围的 看有没有果效才去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也要看 但是神今天要教我们 教导我们 看我们的心、内心 我们是否真的有这个爱呢 有没有这个感动呢 而是否看到自己方不方便呢 能不能够呢 我们会看很多这些东西 我记得我自己都有一个经历 都深深印在我里面 很多年前 都很多年前 一次在公司 那时候是星期五来的 晚上就有家序小组 当然要快快做完工作 就要准备好 赶回家序小组 突然间有个同事打进来 他说有个人找你 我说是谁 我没有约别人 他就去会议室去见 一个陌生的男人 不知道 未见过的 不懂的 后来才知道原来 他拿了一些东西 原来想做推销 他说我这些油画 看看你们对不对 很便宜 我自己画的 怎样说一大堆东西 接着我心里面 就没有心思听他说什么 又来推销一些东西 我就耍他走 不需要这些东西 后来就打发了他走 但当那个人走了之后 我回到房间 我就想一下 一个男人 竟然可以放下自己一些尊严 拿着一些东西上来做他推销 其实他那些油画 我没有什么兴趣的 但他说很便宜 就是几十元一幅 他为了几十元 他要放下自己的尊严 要厚着面皮去推销 即是看到他很大的需要 但我呢 我看不到这些 我只看到 你不要妨礙我叔 我今晚要回家 随小草 你妨礙我下班 我心里面很 一直回教会的时候 一直很扎心 我说神啊 为什麽我没有了一种 怜悯人的心 为什麽我看不到人的需要 如果他为了几十元 都要厚着面皮 放下尊严去推销他那些 他那些事 为什麽我不可以 去关心一下他呢 我还说我做教会的领袖 我回来教会 还要带小组 我带不了 我这样的 我悔改 所以从那一次开始 我就明白 神要我 有一个 念吻人的心 我们有没有看到人的需要呢 只是看自己方不方便呢 不要妨礙我 神不是要我们 神不是要我们 满足这个聚会 是有没有一种 和神一起 那种同心去念吻人呢 Amen 我们总会有的 我们总会有很多 这些在我们身边 随时都会有 有坏的人 其实是在的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留心 我们有没有看到呢 原来 就算我们做 我们要成为人的论舍 我们都要有什么 有一个怜悯的心 今天我们的出发点是什麽呢 我们有没有爱呢 有没有怜悯呢 还是好像 教会搞一些活动 我搞一个报道会 我们才叫那个朋友来呢 平时就不理睬人呢 电话都没有过了 是吧 一有报道会 就哇 就是约他喝茶 约他吃饭 是吧 还是我平时已经关心他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所以怎样成为别人的论舍 怎样我们可以成为 一个爱论舍的人呢 这个就是耶稣今天想说的重点 所以这个比喻里面 耶稣提醒我们 如果当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性 尽以尽力 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 同时间 我们要像耶稣一样 有一种怜悯的心 阿们 可不可以跟别人说 我们要有怜悯的心 我们不是先看果效 我们是问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真的一个爱人的心 我们有没有爱神的时候 真正爱神的时候 就自然会产生一种 好像神一样 神爱世人 而不是用我们的标准去看 所以耶稣从来没有问 谁是他的论舍 耶稣只会说一样东西 我爱世上每一个人 阿们 虽然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有限制 但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学习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轮舍 跟隔壁哥说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轮舍 我请敬拜队为我们预备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轮舍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 正正在这个疫情 在这个困难的环境 在这个时刻 我们要预备好 教会要成为方舟 阿们 教会要成为一群 带着爱和怜悯的 我们要准备好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轮舍 你有没有这个心 预备好呢 如果你未听这条道之前 你未预备好 不要紧 我鼓励你这一刻 你都可以回应 我们一起可以回应 我们一起起立 一起起立 我们会回应神 回到我们生命的起点 神如何爱我们 神如何拯救我们 今天我们可不可以 重拾这份爱 用我们的生命 去影响其他的生命 用我们的生命 去能够告诉别人 这个世界有一个神 很爱他们的 他们不是孤单的 他们不是绝望的 他们肚饿 有人给他们吃的 他们口渴 有人给他们喝的 他们有病 有人来看他们的 他们没有衣服 有人给他们衣服 甚至没有盼望的时候 我们可以大盼望给他们的 阿们 因为我们有耶稣 因为我们有一位神 所以今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祈祷回应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给我们 一个怜悯人的心 让我们预备好的时候 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轮舍 不要怕付出 因为神要我们 付出的只是很少的 通常我们能力做得到的 拿走一切的怀疑和不信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要怎样去回应 特别我们整个教会 说主啊 我们要成为这个世代的方舟 让很多很多的家庭 可以进到这个方舟里面 能够得着保护 能够得着这个拯救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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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祇 祈祷